在炸粮中挑出一颗颗的豆子 马来西亚冰城八六拜高渊及北海四所慈悸幼儿园六岁班的学生 回到心灵的家 学习一日不做一日不死的精神 回到我们进食堂心灵的家 然后让他们可以学习到事态上我们的精神 包括我们去小木屋看 然后就可以体验到食堂上人当年 是很克勤克勤克难的精神 我希望他们更加精进自己 小木屋里拥挤的空间 西市得只有几粒米饭的粥 无不震撼孩子们的心 食堂上人一天辛苦又没有钱 然后他吃饭又吃很多水 然后一点点饭粒的 那你喜欢吗 不喜欢 我想我要给是开商人钱 我要给是开商人一个大大的家 我要给是开商人那个名 心灵的家在小朋友的画笔下 变化成许多面貌 但其庄严形象将涌存心底 从中他们可以很观察很细微的 看到金石堂的各个细节 希望这个金石堂的影像 深入他们的心中 然后我们会想到食堂上人 我们也会想念金石堂 所以我们有画金石堂 我们下次长大才可以看金石堂 一趟心灵之旅 让小朋友更贴近远在台湾的正眼法师 大新闻黄益晴 刘志渊 马来西亚报导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